现在的女性日头又要上班 晚上又要照顾家 很多时候都会上网买东西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网上购物片 是淘宝的 而上网买东西大家要小心 有Credit Card 还有他们的信誉 淘宝回来其实都是七八成左右 我是没意义的 有两三成真的是by luck 有时好是不是必然的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淘宝 是欧集运一次过来 所以是一大袋的 Hello 大家好 今日跟大家分享我的淘宝的经验 我的淘宝年之有两年的 其实两年前都试过 但是经验一点都不愉快 后来开始开店之后 累积了一些经验 交了一些功课之后 现在都相当有经验下的 有时都会失手的 譬如买家不发货 或者整个月都不发货 或者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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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也是淘宝了一些 家里和店铺的东西 因为现在很流行 在网上购买 而且租金这么贵 其实开店铺买东西 我们的淘宝箱有什么 这个是托我家人买的 就是给小朋友用的 是iPad用的 就是因为小朋友 常常会打烂 或者掉了iPad 很容易 这个保护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本身在美国 是Amazon有买过的 回来香港 他们有买了iPad 所以需要再买一个iPad case 是有点味的 这个 他们在美国买的 就没有那么重的 这些胶味 没有办法 可以在美国买过来 我想是很贵的 而且Amazon过来很贵 这个有点蓝色 他送了一个保护帖给我们 这个我记得是40元一个 这个是 无论是敢跌 敢跌 敢跌 敢跌都不会破坏 而且他有一个手掌握着 都挺轻身的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而且他很保护所有的位置都可以 防防水 不防水 不防水 但他防撞是很好的 留意买的时候 他是分iPad多少袋 还有是Air 他分很多颜色 稍后我会放一条连续给大家 参考一下 有没有需要买 其实也有几个买家 你看看这些评论 或者真的购买了 淘宝 你觉得马云画这个价钱 你觉得买得正过的话 你太贪心了 有一个粉红色 还有一个蓝色 我自己也有一个iPad case 要买 就是好像一部电脑 那是怎么开的呢 哎呀呀 开了开了 怎么开的 对了 它好像一部电脑 那我的iPad mini iPad 就可以放在这里 它就可以这样转 对了 一部iPad 或者这样用都可以 好像一部mini的电脑 那我进入东西就会方便很多了 对不对 真的好像一部小的电脑锅 那样 那接着呢 就有一个电子房 那是有时候 寄包的时候要 看一下重量 咦 为什么这个颜色 我明明是扔白色的 为什么会随时来一个蓝色的 是这些by accident 你真的不知道的 你没理由又寄上去的运筷 你自己又要留下 之后又要集运下来 那我就是集运下来的 那 那 最后两件item 那这个呢 就是 因为未来我经常都会去 跟小朋友 那我想找一些比较方便 有防水的 那这个就是 但是 嗯 它也是有些味道 在大陆下来的 很白发 摊便宜 而且很难找 香港找这些东西 那它我觉得是格仔 那这一边呢 是防水 去沙滩 还有 去草地呢 它有个十块 不会坐得那么痛 那屁股 还有呢 它不用怕濕了 那这个去沙滩啊 去camping 都很好 而且它好像做了一个包包的设计 就是这样啊 它是非常之轻身的 是 它好像做了一个包包 就是这样 如何转回它 嗯 不懂啊 由于有大阵味的关系呢 我是噴了一个multi purple spray去披霉 那这样 噴完它之后呢 其实放一阵呢 那些味啊 膠味呢 那就没有了 那最后这个呢 就是之前我涂过下来的了 嗯 我自己呢 呢 做事有时很大压力呢 那些 肌肉很酸 我会有 这个拔罐的习惯 那这个呢 就是家用拔罐的 我涂了两个下来 一个给我的家人 一个呢 就是 给自己用的 那这个上次我涂了一个是试用版 来的 是少些吸瓶的 那这个呢 就会多些吸瓶 和有个绝管的 那这个 这个稍后呢 我会做一个详细的review 和教大家怎么用的 今天的淘宝呢 就是这样了 最后最后 很希望大家 譬如说 会recycle那些box 那些纸盒 和 分类这样 等 其实都很不环保 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订东西的话 那想尽一些责任 就是 就是把那些boxes 那些纸盒 recycle 和击理的时候 那些地址呢 记住拿走 它撕了 不是整天就收到一些电话 免得不见钱 好了 好了 今天的淘宝分享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啦 拜拜 地球只得一个 买的时候 想清楚才买 不要做大浪贵 记住 做分类回收 也可以把我们不用的东西 做大浪贵 比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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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